来请徐庸廷议员 市长大会各位同仁 那我想首先我要先复议阮昭雄议员的这个提案 那希望我们的议会能够通过对柯文哲市长的这个谴责案 我想市长你曾经到美国跟一堆年轻人发言 讲得非常好 你讲什么 你说负面的力量终究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伟大 待会请你在市政发言业市政报告之前 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会针对议会针对议员行使他的民主职责 骂国骂 然后接下来跑到美国去 跟大家讲说负面的力量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伟大 我真的想这不叫恶心虚伪 什么叫做恶心虚伪 请你回答我 针对你的市政报告 台北市的未来有两个很大的重点 你在这里面写愿景 写你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管理一个城市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执行力 你不要再用你的嘴巴来定义你自己 请你用你的所作所为来定义你自己 这份市政报告里面 针对台北市两大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在西区 就是所谓的C1D1双子星 我们跟投审会的争议 过去我曾经提醒过 中央到现在还悬而未决 为什么这份报告里面对这些部分知智未提 大巨蛋的部分更妙 整份报告里面针对大巨蛋完全没有啊 市长 装睡的人叫不行 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面 也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 大巨蛋 在你的施灯报告里面知智未提 是否表示你这四年完全不要考虑大巨蛋的问题 我想中华民国国民台北市民 你必须跟他们表态 大巨蛋这个问题 你最常讲的话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请问大巨蛋的问题 该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处理 这是你欠台北市民 跟你欠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去选总统 那是你的自由 因为坦白讲 这是我们国家宪法保障你的权利 但是你面临到的是 现在大家对你的执行力 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疑 大巨蛋的问题 请你讲清楚 说明白 大巨蛋究竟何去何从 该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处理 请你在待会的施灯报告里面 把这个你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 公开的跟我们市民做一个表态 谢谢 谢谢